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 和是非屈指出发 独立自主做出判断 我们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公道一边 当美国违背承诺 连续推动北约东扩 使欧洲再次陷入冲突对抗的时候 中国积极倡导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呼吁建立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 当美国叫让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为冲突拱火交游的时候 中国积极劝和促谈 指出国际社会应当支持俄乌双方 谈下去 而不是打下去 谁站在正确的一边 世人自有公论 俗话说 走夜路吹口哨 给自己壮胆 美方一再表白 自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这是不是一种心虚的表现呢 这个华尔克斯佛的一边 的确认 产生意识